因为你们是朋友 所以这样的玩笑其实是很自然的 久而久之你们之间就有彼此专属的称呼 你们不要以为说这个不怎么样或什么的 这个是今天作为朋友的你才办得到的事 从朋友变情人很困难 可是你们也有你们的优势 我会说很困难是因为 你们那样子稳定的关系已经持续很久了 所以要遇到什么改变 或者是遇到什么新的情况比较难 最快最快的方式就是 女生或男生经历一场很大的挫折或失恋 这个时候你要趁虚而入是很容易的 因为那个时候是人最脆弱的时候 那我要跟大家说 其实这个几率啊很看人 不可能每天都在家人离开啦 也不可能每天都在失恋啊 然后也不可能每天都有国家考试或重要考试啊 这种事情真的是可遇不口求 所以我现在就只能跟你们说 那这样的话怎么办啊 没关系我们还是找得到突破口的 你们也有你们的优势 因为你们今天不是从零开始认识那个人 不论对方是男是女 你已经了解他了对吗 而且说实话你应该有他的Facebook Instagram 该有的都有了 所以你们的优势就在这边 更重要的是你了解他的个性 因为你跟他是朋友 所以你一定也能知道 他喜欢的类型 还有绝对不会喜欢的类型 我会讲这个真的很重要 是因为如果你今天完全没有擦上边啊 其实很难被列为恋爱对象 你们会觉得说 那我就当我自己就好了啊 或什么 那我就会跟你们说 那就不要谈恋爱了好不好 因为你今天就等于是 等别人去爱着你最真实 最原本自己 我不会说这样有错 可是你今天已经设定对象就是他 你就是喜欢那个人 所以我们就尽量至少让自己沾一点边 这个真的很重要 我举个例子啊 今天我是男生 我就是对短头发的女生没感觉 那你头发就是短的跟男生一样 我是要怎么把你当恋爱对象呢 或者是今天我是女生 我就是对瘦子没感觉啦 那你今天就是那么瘦骨瘦如柴 我又是要怎么对你心动呢 对吧 所以至少要抓住对方的基本喜好 然后一步一步的去接近 好 接下来哦 创造出你们的默契 这个很容易耶 因为你是他的朋友 像是你们提到什么话题会笑 你们有哪一个共同朋友 常常做什么蠢事 假如今天有一个朋友 就是常常 常常踩到香蕉皮跌倒 我看到香蕉我拿起来说 哎你看你看 然后我话不用说完 你们就是 啊我知道 你很坏耶 然后两个就在那边窃笑 这就是你们的两个小圈圈 所以要善用这个 你们两个的小框框 然后来增加你们的默契度 还有亲密度 然后接下来你还可以帮他创造一个 昵称 不用狠肉吗 什么小甜心小宝贝什么什么 那些都不用 像是如果万一他很喜欢吃芒果 你就叫他芒果妹啊 然后他一开始就想说 你干嘛这样莫名其妙叫我 那你这个呢 榴莲哥 就是互叫 因为你们是朋友 所以这样的玩笑其实是很自然的 久而久之你们之间就有彼此 专属的称呼 你们不要以为说这个 这个不怎么样或什么的 这个是今天作为朋友的你 才办得到的事哦 接下来你们一定要记得 请把对方当异性看 也请让对方把你当异性看 不要太接近 也不要太多的肢体碰触 那种我觉得每次跳不出朋友圈的那些 那些男孩女孩们呢 有时候都是因为跟喜欢的男生女生太没有距离了 要怎么把对方当异性看呢 如果你今天是男生 请你适时的保护女生 展现出你有风度的一面 展现出你疼惜她的一面 贴心的一面 女生才会说啊 对 我也是女孩子 然后我身边有这样的一个男孩子 会关心我 会照顾我 让我感受到被疼爱的感受 那女孩子这时候要怎么做呢 如果你今天你喜欢对象是你的男性朋友 适时的表现出柔弱的一面 适时的表现出自己需要被保护的样子 然后让那个性别的意识啊 增强 久而久时对方就不会只把你当好哥们或好姐妹 他就慢慢觉得说啊 原来我身边是一个男孩子 原来我身边是一个女孩子 这样子 我们从这边开始 这个真的很重要 你们不要把这个当做没什么 我们要把男女朋友跟一般朋友的界线做出来 这个很重要 好 接下来 请表示说 今天不论他做什么决定 你都会当他的后盾 不论男生女生 今天不论他遇到什么事情 要考试了 压力很大 然后遇到什么挫折了 他会第一个想到你 这种都可以 但是 但是你不要以为就是 他要什么你都顺着哦 因为这样会成为工具人 我要你知道你可以成为他的后盾 但是你不会理所当然的在他身边哦 我要讲最后一点哦 请暗示有人在对你示好 请不要在他面前夸其他的男生或女生 如果你今天在他面前夸了其他男生啊 夸了其他女生 他们会觉得说 所以我就是不是你的菜了 你们要怎么暗示呢 我自己的方法会是说 跟你说我最近收到一个男生送了巧克力耶 你可以说有人在对你示好 或者说那个某某某最近就是 传讯息传的比较频繁给我 这件事情你要讲真的 要不然被戳破很尴尬 你可以有意无意带到这件事情 暗示你现在是有人追的 不论是男生女生都一样 请提高他的危机意识 然后 这时候还有什么效果呢 他会想到说万一 你真的 跟其他人成为男女朋友了 他今天就不能像你这样子 就是对你随时随地的撒娇 然后你有任何困难 他也不一定能马上找到你 然后你也不一定能成为 他最强的后盾了 就是让他联想到这些 原来你不是理所当然的 一定要在他的生命里面的 原来你是随时可能会被抢走的 增加他的危机感 这时候他就会开始慢慢想一下 你们之间的关系